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讲第二章 第二章是《死记》和《汉书》 《死记》和《汉书》 这个星期我们要把它讲完 所以我们这个星期我们阅读的篇末 就是周东润先生选的《死记》里面那些篇章和《汉书》里面的篇章 大家要把它读完 还有《文学史》里面关于《死记》和《汉书》的介绍 那么我们先讲今天这次课 我们先讲司马迁和他的《死记》 司马迁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 最伟大的史学家 假如没有司马迁 我想想我们中国的历史 可能会出现一段《死记》的空缺 我们今天大家知道 二十四世当中其他都是断代史 其他都是断代史 最多是宋契良辰南史和北史 但是也只有几个朝代的 那么其他都是一段一段的 比方说唐书 比方说明史 宋史 包括《青史稿》 都是一代一代的 那个《汉书》 从《汉书》开始 基本上都断代史 那么《死马迁》这部书呢 是《通史》 《通史》 你看看 大家看看《司马迁》 他从《三皇五帝》开始写起 写到《汉五帝》的时代 时间长达三千多年 三千多年 这个了不起啊 这个非常了不起啊 这个《司马迁》那个时候 他把他能够看得到的史料 全部都涉及到他书里面去了 他这部书写了52万肚子 这个52万肚子 在我们今天著作如临的情况下 恐怕不是一个大事情 但是《司马迁》这个52万肚子 实际的价值是非常高 我们大家知道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 中国 印度 巴比伦 这个 希腊 对不对 但是其他国家的历史都断掉了 其他三个古国都断掉了 断掉了 只有我们中国是没有断的 连下来 这个中间我觉得《司马迁》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假如《司马迁》没有把《三皇五帝》实际的传说 没有把《夏商周》实际的历史记下来的话 这个事情恐怕很困难 他假如《自协秦汉》的话恐怕很困难 所以《司马迁》我们说他的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并且他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心情也非常不好的情况下 写出实际的 这一会儿我们等会再讲 我们先讲讲《司马迁》这个人 《司马迁》我们每位同学都非常熟悉 我们高中的时候都已经学过《司马迁》了 都已经讲过《司马迁》了 《司马迁》的先代都是周代的使官 在我们中国先情到秦汉时期有一个特点 他们做官人的特点 就是这个官这是世代相传的 他父亲他祖父做什么官 往往他的子孙延续下来要做什么官 我们这里还可以举一个先情的例子 下草 比方说拱 它是水利官 那么他死了以后 他治水没有成功 死了以后 怎么样子死 我们这里不讨论 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大宇就继承了这个官 顺说 你爸爸已经那个了 你继续做这个水利官 治水 我们大家知道 顺是这个水啊 是水利涂颜 我们今天还有一句话 叫水利涂颜 冰雷降倒 这个水利涂颜实际上不妥当的 不妥当的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得用 这个就是拱的治水的方法 那么鱼呢 它是用倒的方法 引导 把水都往东南 往海里淹 大鱼治水 也倒过我们前当江里越 他也把水往海里淹 我们大家知道 前当江里越是非常好的一个 饮水若海的海口 这个口是喇叭型的 大家知道 是不是啊 海水 我们杭州发大水 最多发一两天 发了马上就没有了 他前当江一下子丢掉了 我们大家看看地图 大家就知道了 中国的中部 这个东南沿黑的中部 这个东南 整个河沿线的中部 一个很大的喇叭口 所以水呢 下得很快 下得很快 但是水呢 潮涨上来是非常壮观的 这个前江潮啊 我们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们中秋就快到了 十一年当中最好的前江潮的时间快要来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他喇叭口 这个涨上来 这个水很大 是吧 大鱼就到过我们这里治水 至水 并且最后大鱼把这个木啊 据说也就做了大鱼林 到底是不是这样做的后人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鱼林呢 是宋得见的 宋得见的 但是历史上的传说啊 往往是口耳相传 是有道理的 我们讲讲司马迁 司马迁呢 他的先代都是州代的使官 他的爸爸名字叫司马谭 司马谭呢 这个在汉武帝的时候任泰斯令 泰斯令 我这个屏幕上打了泰斯令 但是泰斯令这个官 大家千万注意啊 这个泰斯令这个官可不是使官啊 他是管理法的 管理法的 管阴阳的 阴阳立法的 他不是使官 但是可以接触到古代的很多的史料 那么司马谭呢 是一个学士渊博 学士上很有造诣的人 这里打出了赏识渊博 学士渊博 学士上很有造诣的人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非常有名的 论六家子要子 六家 哪六家 阴阳家 众恒家 儒家 末家 明家 阴阳家 儒家 末家 这六家 大家注意 阴阳家 方的第一家 阴阳 我们大家知道 先秦的时候 大家特别重阴阳 阴阳 这个儒家 我们大家知道 孔夫子的创始人 末家 我们也知道 末子的创始人 明家 法家 道家 一共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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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司马腾对其中最肯定的道家 道家 道家是我们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的一家 道家 他认为道家是最完美的 最完美的 他对于阴阳家 儒家 末家 明家 法家 他都有所批判 都有所批判 他认为这个儒家呢 有点被死 讲仁义 他认为这个法家呢 用法太严阔 不净人情 等等 他都认为不行 而对于道家呢 他做了充分的肯定 他认为道家兼具五家子长 而五家子短 我们今天看看 这个道家确实也是非常好的 是不是 这个道家 你看顺应自然 叫人们要顺应自然 有所为 有所不为 这个确实啊 这一家是非常有特点的 你看老子是他的创始人 庄子 他们的 他们创立的这一配啊 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我们今天说 儒家呢 也有很大的优点 法家也有他的特点 但司马谭无论如何 他遵从道家 这个恐怕也跟他的时代有关系 司马谭比司马迁高一个辈分 汉初的时候 崇尚王老子说 司马谭看到了 当时推行王老子说 推行顺应自然 育民修习的一种政策 使国家得到了繁荣 他历史也很精通啊 他知道天下动乱 他知道天下动乱 这个国家发展不起来 人民造样 是不是啊 大家都很穷苦 人民造样 人民造反 所以秦朝很短的时间 他就没忘了 所以这个司马谭呢 他有他的道理 有他的道理 但是司马谭 我们今天还要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司马谭的后期 他是汉武帝已经就位了 汉武帝就位以后呢 汉武帝提出一个观点是 北朝百家 百家 德尊鲁说 德尊鲁说 我上节课已经简单的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百朝百家 德尊鲁说 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这个鲁说有道理 他这个鲁说不是随便讲讲的 我们今天看看《死记》跟《汉书》里面的有些篇章 尤其像《魏姬和魏姬五万侯》的传里面 就讲到了 他这个道家有很多具体的措施 比方说 他诸侯要子国 诸侯要子国 诸侯子国什么意思呢 诸侯我们大家知道很多侯啊 他都上公主 上公主 上 诸侯大家 他不是娶媳妇 他是上 比方说 皇家生了个姓刘的一个女儿 他把他娶了这个叫上 上 呃 表示 呃 大家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啊 上也就有这个意思 啊 这个跟这个上子的声音是一样的 上公主 上公主 这个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历史上还有部戏叫《打金子》 大家知道 是不是啊 《打金子》讲的唐朝的事情 唐朝的皇帝跟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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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子怡的儿子啊 呃 皇帝跟郭子怡的亲家 呃 后来打破了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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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后来叫 这个这个是个喜决 啊 喜决 呃 故事情节我们每一时间就不讲了 大家都很知道啊 啊 最后皇帝说你嫁到国家就是国家的媳妇 你要你要尊重你的丈夫 尊重你的呃 呃 呃 公公仆 呃 呃 呃 这是个借大欢喜的一个喜决 但是这个 这个讲的也是到了唐朝的事情啊 你汉朝的时候这个上公主啊 还就是上公主 公主 不愿意跟诸侯到那种偏僻的乡下去 都租在首都啊 啊 儒家提出来你诸侯封在什么地方租侯 你就到什么地方去啊 你不要租在京城啊 是不是啊 你说京城干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造明桃 我们看看史记里面提到了造明桃 汉武帝说我现在是皇帝了 对不对啊 不能在小房子里借见诸侯 借见什么人 我要做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 我们大家 我上几个给大家讲过了这个汉文帝 汉景帝都是很旧省的 造一个露台都不守得造 假如造一个像北京那个什么太和店啊 宝和店一样的大店要花多少钱 没头那么粗 对不对啊 到哪里去了 好像很奢侈的 这个也是儒家的一个做法 他觉得我既然是儒家了 我就要在皇帝座的位置 皇帝座的房子要非常高大 要有气势 要有雄伟的 这个才可以 还有个诸侯之间的要通关 有些诸侯 比方说吴国 楚国它很大了 一个省一个国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省 一个省或者一个省大一点那么大 他经常把自己的疆界封起来 晚上城门关掉 不让你什么人通过 你就中央来的死者也不能通过 这个很麻烦的这个事情 诸侯割据了一点 所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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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儒家的很多措施要除官 把这种风料 天下的皇帝的 大一桶的 对不对 你祝贺这样子风格起来那是不行的 等等很多措施 所以儒家讲的不仅仅是一种思想 他有很多实际到位的措施 那么汉武帝呢 当时提出了要拜卓伯家德尊鲁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司马坛还要提道家好 这个是要有点精神 要有点反抗现实的精神 那么司马坛的学说思想和勇于批判的精神呢 对司马迁呢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个时候不是把儒家的思想提到很高的地位 儒家我们大家知道 孔夫子讲仁义 孟子讲义 孟子并且讲他所生取义 假如司马迁这个人 我现在想想 他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有些融合的 不是 不是完全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君子可杀不可弱 你皇帝要把我的事情攻醒 把我变成女人 我宁可死 但是道家就不是这样 道家顺应自然 司马迁觉得我要完成一部死记 我宁可卸得缺从一下 司马迁因为没有前去说 后来实行了公醒 公醒了以后 汉武帝还要给他一个位置 中书令 中书令什么令啊 就是说皇帝的这个 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 还可以进入皇帝的内宫里面去 本来都是以宦官来做的 皇帝后宫有很多美人啊 普通男人帮他进去的 那么你司马迁反正没这个能力了 你可以进去 这是很缺少的一种位置 但是司马迁也接受了 白天做这个工作 我晚上回去写死记 最后他把死记写完了 写完了 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一部不秀的作作 我认为这一点他也是继承了 他司马迁的那个道家的思想 司马迁做太司令 他曾经就想过要写一部书 这部书是要民主贤君忠诚死一子寺 把这种类似记载下来的史书 他跟司马迁讲过 我也写这样一部书 司马迁工作很勤奋啊 我们大家知道 司马迁太司令主要是给立法 还有做一些阴阳之间的一些事情 你比方说汉武帝 他觉得我把匈奴打到墨北去了 我要祭告上天到哪儿去 那么就要登上最高的山峰来 来祭告上天 我们今天说登上最高山峰 到喜马拉雅山中摩朗摩峰去 对不对 这个是地理上的最高的山峰 但是我们说我们心中的最高的山峰 古代是哪里啊 当时西传还不知道的 对不对 当时的就是中国列下的五月 西月是泰山 西月是华山 南月是横山 对不对 这个冬月就是泰山 那么东南西北呢 这个冬月是直守 那么爬到泰山顶上去就可以了 泰山我们知道 在中国的山峰绝对不是最高的 但是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它是最高的 所以汉武帝要登泰山疯传 行使王爷登祖 司马迁是那个汉武帝也去登泰山 你想想皇帝从西安 我们今天的西安 千里迢迢迢地跑到泰山去封禅 这个路上考察 这个路要修好 从陕西到河南 河南这岛山东 它有三个省吧 对不对 你想这个 这个宪导工作是谁做的 这个宪导工作是泰司令司马坛做的 司马坛辛辛苦苦跑跑擦考察 太辛苦了 年纪也不太 年纪也有点大了 没想到真当要是 汉武帝要举行举行丛禅典礼的时候 司马坛生病了 用我们今天话来说 饶累故都生病了 一趟陕西一趟山东 一趟陕西一趟山东 太累 太累 生病了 生病了 我们大家知道 如果举行一个祭天仪式的话 他是泰司令主持人 什么一叩头二叩头都大喊的 那是非常威风的一件事情 皇帝要向天上要叩头 这都说多么威风啊 没想到悄悄自己生病 生病了 不能去参加司马坛的那个 不能去参加汉武帝的那个疯传活动 这对于司马坛的时候 他是非常之双心的一件事情 越双心这个病越重 对不对 越双心越生气越病越重 最后是一命呜呼了 一命呜呼了 当然去世之前他把司马迁叫过来 他说我死了以后 你以后救回太司令 为什么 这个工作以后一定是你是继承人 继承人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很多祖先做什么官 儿子也做什么官 过了几年你就这个官 你记住 你做了太司令之后 还可以看到很多的史料 那么你要把我这部书要把它写好 等于说是死记 我们今天叫他死记 我们今天写书都先定题目 写诗歌要先定题目 古人写诗歌经常没有题目的 写书也没有题目的 司马迁根本不知道 假如司马迁 我们现在把他两千多年前 把他地下叫起来的话 他可能会问你死记谁写的 因为他这部书他活着的时候不叫死记 没名字 那么后人叫他什么书呢 太司公书 古人很随便的 他不讲题目的 不讲题目的 就这部书 这一堆稿子 52万多字 可以做减少 一大堆 那这对给他什么名称呢 太司公书 就是太司公写的 太司公写的 没名字 后来我们 后来的人们把历史上死记这个名称就给他了 死记也好 春秋也好 都是古人对于史书的通诚 像春秋 那个时候每个国家 很多国家有春秋 孔夫子变了一部春秋以后 后来Kato当然提孔夫子春秋 孔子春秋 但后来人家想一想一想一想 就把春秋这个专名就给他了 对不对 其他人就不用了 这个通名就变成一个专名了 死记也就给司马迁用了 那么临终以前 他专附司马迁不要忘记 把我这个遗字要完成 修成一部史书 那么司马坛死了以后 三年 古人呢 司马迁继承他父亲的政务做台司令 并且K子时候的史料 为准备史书做工作 五弟太初年年的时候 着手起草 一直到司马迁去世 他这本书基本写成 基本写成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司马迁的史记 我们等会儿还要讲 不完全司马迁一个人的著作 我们等会儿再讲 所以我们从这里要讲的就是 司马迁 他的学作思想 还有他的事业 都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子 实际上是两代人的著作 两代人的著作 这个是司马迁的家庭和家世 那么司马迁他是陕西寒城人 他年轻的时候呢在寒城 司马迁的家乡我去谷 我去参加这方面的会议 到他家乡去谷 目前他的寒城还有一个司马迁的一关钟 一关钟 司马迁最后不知道葬在哪里 他家乡一个墓 今天报纸上经常登的那个墓 实际上是他的衣冠钟 就是里面放了他的衣服 第二是青年中年时期的漫游 司马迁写作《史记》 写的国地的风情 写得非常好 这个跟他漫游祖国国地有关系 他广泛地访问疑文旧事 考察国地的社会风尚 和了解风土人情 掌握了很多的资料 司马迁这部书的文献资料 是非常丰富的 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 文献 这两个字大家解释出来吧 文献什么意思 哪个同学能够解释出文 是什么 献是什么 我可以给他加分 我可以给他加分考试的 哪个同学 文是什么 献是什么 献什么 献 讲得对的 你等一下把名字告诉我 把学号告诉我 讲对了一半 文就是留下来的文字资料 献 就是闲人的口头传说 关于闲人的口头传说 所以文献资料 大家千万记住 不完全是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书本 你听来的 口耳相传的一些材料 这个叫献 跟这个字啊 声音是一样的 咸 是一样的 就是闲人的诗句 往往在民间流传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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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